大家好 我是Hello 今天我出來長生吃東西 因為在頻道的朋友就跟我說 附近有一間酒樓 全日的店心都是均一家 大宗小店很划算的 好像是13.8 如果沒有記錯 但之前就沒有時間去 今天就有時間 那過去試試究竟它是否有好處 好不好吃 大家跟我一起來 Let's go 大家如果未訂閱的話 記得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你的支持就是我拍片的動力 多謝 那它就在長生地站A2出口出 東京加里的出口 好像我看地圖大概走5至10分鐘左右 出來之後我們一直直走 走到青山道的位置 我們走到青山道 看到宇宙商場 我們過對面馬路就是了 在樓下門口就沒有寫13.8 因為我印象中幾個月前走過 看到有的 所以是混亂一點點 但上到來入到門口 它在旁邊有個牌是13.8 我再確認多次問它是13.8 提供的時間就是星期一至五 全日的了 全日的意思是由早上的早茶到下午 即下午茶的三點半 最後就是大中小點 一律都是13.8 那都提一提大家 除了大中小點以外的特點 那些要看餐牌 收回它的證價 我們早上過來 現在大概10點半 它還有一個早茶媽寶 都挺划算的 我看到最便宜是20.8 可以選擇譬如腸粉 再搭很多其他東西 那貴一點都是27.8 那說回環境先 那都是一些比較舊式的裝修 就是裝修比較殘舊 那未去到說很舊 那但是你見到 那些桌布呢 都是穿了洞 那樣的 就是環境就不是說非常理想的 但是也不是骯髒的 那因為現在早上 那還有呢 因為價錢便宜 那我見到大部分 當然街坊 長者比較多些 那我呢 就只是點了13.8的點心 就沒有點媽寶 那點了8個 那來到看看怎樣 哎 先喝一口茶 我也是先點了水 那些茶呢 就醃了少少 比較 就是質素差少少少的茶 第一樣來到呢 就是那個木魚燒茄子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三塊 而且都挺厚的 那 但是問題呢 我看到它的汁呢 很厲害 而且我不知道是汁還是油 那我打斜給大家 給大家看 好像很肥膩 那樣 好像油了少少 那但是呢 第一口咬下去呢 就反而它沒有什麼油 平時那些呢 很油的 一咬的油 湯出來它就沒有什麼油 那吃下去反而像蒸一樣 那但是 就處理得一般 硬了少少 而且質素就 一般 茄子又硬了少少 魚肉就正正常常 接著來了牛扒葉 這裏呢 我打算它13.8 應該迷你把一點心 反而不是 它比正常的重大疊 那我挑一下 看看會不會 其實下面是 那些蘿蔔 其他呢 它又不是 我這個裡面呢 其實都有數過差不多 八至九個 那它墊底蘿蔔 其實只有兩三個 不算是很過份的 那它味道來講呢 我覺得跟一般那些點心 差不多 不會特別鹹啊 特別淡的 調味我覺得 這個薑蔥味是適中的 不過我就 不太見有薑在上面 那它的韌度呢 即是我夾了一兩塊 就偏韌少少 但是家人夾那些呢 他吃那一塊又沒有事 那看你有沒有幸運 那也不是很過份的 哇 這家店真是神經病的 十三個八一碟 芋頭糕呢 打算很小 還有呢 只有兩塊 哪有三塊 還要這麼厚呢 那些芋頭糕 看它的表面呢 都煎得挺香的 那看看餡料裡面 究竟是否全部麵粉 又不是啊 它很多芋頭 還有它裡面 都有些餡料 有些蝦米 還有一些切碎了的臘腸 那餡料就多了 那可惜那個芋頭味 就不是太香 可能現在不是時候了 那好處呢 它就不會太鹹的 它應該不是太多 五香粉 吃到不是很重的 五香粉味 那個腐皮捲來了 炸的 那它的餡料呢 都不是很油的 我看到 還有它都有 剪了六塊 即是有三條 也都不會說偷工減料的 它的外皮都挺夠脆的 也都不算太油 那裡面的餡料呢 主要是一些菜絲為主 那我吃了那一條呢 就有蝦的 那三條裡面有兩條 那另外我家人吃了有一條 就沒有蝦 那我忘記了 還有呢 吃完之後看到那碟底 它有一些 春捲皮啊 那些碎呢 放在底部 墊底 挺環保的 應該不是別人吃剩的那些 因為它切得很四四方方的 那就是那些 整完春捲 剩下的頭頭尾尾 接著鴨腳閘也來到 那看下去 跟我們平時那些差不多 你做法沒有什麼特別差了 或者好了 那它裡面的材料打開了 都是跟我們平時那些一樣的 都是有蝦皮 有塊肉 有芋頭 還有有個鴨腳 就沒有說特意減了那些東西 味道方面又沒有特別驚喜 好吃不好吃 正常那些 不是說很差 又不是說很好 那藍魚豬手同樣都是很大碟的 加上它的龍 又很大的 很大 它裡面也有幾塊 也不算少 但是呢 驚險的場面來到 我送給大家看看 那其中一塊呢 就很多毛 沒有拔乾淨 這裏稍微差了少少 它豬手呢 都做得很軟的 都幾夠入味的 不過那些醬汁就可能 濃得太鹹了少少 還有那個碟底呢 都很多油 用了比較多油 但是 還有它的花生呢 就不是很多墊底的幾粒這樣 整體上來說呢 都可以的 燒賣的賣相都ok的 上面都有很多蟹籽在上面 那它就沒有說上面做好大隻蝦給你看到的那些 但是 你也看到有些它都凸出來的 有些蝦的 那裡面味道方面呢 那我切開給大家看過 那裡面主要是豬肉為主 真的很多肉 還有很大粒 那它有少少冬菇 還有有少少蝦 但是呢 冬菇是沒有什麼味的 那你吃下去主要是豬肉餡為主 就不過不失 這個就 我點了一個灌湯餃 看到它這麼便宜 13.8 當然是沒有收拾 那你的外形上呢 就跟一般那些 就沒有什麼分別的 那我喝到一口湯呢 都是跟外面那些 不是太大分別 不會說特別 好水啊 沒有什麼味道 都ok的 那皮就稍微厚了少少 那便宜就是這樣了 那裡面呢 你不要遇到很多特別料 都是那些蟹柳啊 那些冬瓜蓉啊 有少許肉碎啊 沒有蝦啊 那些其他東西就沒有的 吃到現在11點半呢 有驚喜啊 因為現在踏入五時的初段 那它就放下了兩張紙給我們 其中一張呢 就寫著大大 就是寫著 益街坊成本價大大碟的什麼呢 鹹蛋燒鴨飯一碟啊 那都是16.8 哇 真的非常之划 那看到很划算啊 但是又很飽啊 那問一下它 可不可以拿走是不是這個價錢 哇 它說可以啊 那最多都是加個外賣盒 都是加多5毛錢而已 哇 真的超划 那這個就試吃不了了 因為真的太飽了 這個用來打包回家 遲些家人吃的 好 做個小總計先 那我覺得如果你說13.8的價錢來講呢 那它的質素呢 就不會說特別差了 和普通酒樓差不多 但是你當然你不要預期很大驚喜 那但是它又不會說偷工減料 那份量都挺大碟的啊 那我覺得可以用抵食夾大件來形容的 這次分享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我這段影片的 記得訂閱 給個讚 下面留言 和分享給朋友 還有還有 記得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我有些東西會放在上面 在這裡沒有的 我們下條片再見 就這樣吧 拜拜 好 好